1049天 距离CBA上一次实行主客场之允许观众进场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兄弟们还记得那一天发生了什么吗 接下来咱们一起坐上时光飞船回到2020年1月21日 第一站 新疆红山体育馆 19点35分 比赛正式开打 新疆对阵广东 这场球绝对是看点十足 既是前一个赛季总决赛的在野 也是中国南篮两代核心阿联和周琦的正面对决 现场自然是座无虚席 一起感受下红山体育馆数千名现场观众的热情 那时候西热力江还在新疆队 广东的外援组合也还是马上和威姆斯 回忆满满啊 最终广东队以112比101战胜新疆 阿联得到17分9个篮板 周琦16分9个篮板 此一过后广东队迎来13连胜 第二站 辽宁体育馆 辽宁南篮坐镇主场迎战浙江筹州 同样是一场强强对决 那时候辽宁队的主教练还是老叔郭世强 外援是史蒂芬森和巴斯 高诗炎和贺天局也还在队中 稍显遗憾的是郭艾伦本场比赛因伤确症 一起感受下辽宁体育馆上万名现场观众的热情 比赛的进程同样精彩 双方拼杀到了最后一刻才奋出胜负 辽宁队以100比90战胜这将 史蒂芬森得到了全场最高的29分 第三站 南昌国际体育中心 八一南篮在主场迎来了福建队的挑战 本场比赛也是八一队的最后一个主场比赛了 这个赛季打完之后 曾经的CB八冠王八一南篮正式退出CB舞台 越显可惜的是八一队最终以88比114惨败给福建 富豪拿到了八一队最高的17分 王哲林拿到了全场最高的22分 另外江苏 北控 广煞也都在自己的主场拿下了胜利 今天早些时候篮球记者导演我唐哪报道 CBA联赛将于第三阶段恢复主客场制度 篮协要求各支球队要找好比赛场馆 为恢复主客场做好准备 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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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